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11月28日在巴黎召開的國際展覽局 第173次全體大會舉行投票 韓國釜山申辦2030年世界博覽會失敗 沙特的利雅德贏得了舉辦權 本來這件事與中國關係不大 但由於韓國政府 尤其是總統尹錫悅大吹突吹 事前講到有望取勝 結果只有29票慘敗後找了不少理由 其中就燒到中國身上 包括中美關係緊張、大國博弈因素 韓國媒體更加試圖 將拜恩引向缺少大國支持 並極力暗示是中國在從中作緊 內地不少的時政評論自媒體 對韓國的做法作出分析 自媒體後沙月光就形容 韓國今次是心比天高、命比紙薄 投票前一天 尹錫悅還在媒體面前 公開召開內閣相關會議 很有信心地說 向著勝利最後衝刺 而巴黎的前線 就是由韓國總理韓德珠 率領政商要人組成 庫山新辦代表團 在進行造勢活動 結果韓國國民等到的是侮辱性的結果 第一輪投票中沙特首都利雅德已經有119票 足夠的3分2票數分出勝負 韓國庫山只有29票 而意大利羅馬就是17票 尹錫悅29日中午在龍山總統府 就申博失敗一事對國民發表談話 說作為總管和負責申博工作的總統 自己對令到虎山市民和國民失望 申表道歉 不過媒體發現尹錫悅的講話中 並沒有觸賀沙特 顯示韓國並沒有真心反思失敗的原因 自媒體後沙月光就認為 在總共170張左右的選票當中 雙方差距竟然有90票那麼多 任何一個有理性的國家 都應該早就知道這樣的結果 尹錫悅也有很多管道 可以提前獲知基本的狀況 例如是外交部門、體育部門、 甚至是情報部門等 然後將調子降低就像意大利一樣 強調還在參與 本來也不是那麼大件事 現在令韓國人憤怒的是 意大利幾乎是完全躺平 連掙扎都不想掙扎 都有17票 而韓國政府以舉國之力申辦細博 結果只有29票 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裡 韓國總統尹錫悅和96個國家領導人 舉行過150多場的會晤 和幾十個國家領導人通過電話 除此之外 三星、SK、現代汽車、LG等 主要的韓國企業總裁 也分別與有聯繫的各成員國進行了接觸 韓國甚至在最後一次演講的時候 承諾向發展中國家等提供援助 試圖扭轉局面 指揮細博會申辦工作的 韓國國務總理韓朱德說 將保證向110個發展中國家等 提供5.2億美元的援助 在投票前 韓國認為與沙特大概是70比70 要爭取其他搖擺票 韓國在巴黎的策略是這樣的 由美國出面 阻止沙特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3分之2的支持票 犧牲意大利 確保韓國進入第二輪投票 戰勝沙特 這時候 韓國人已經是頭腦發熱 覺得美國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沙特在第一輪中 就以119票獲得主辦權 令韓國的策略徹底破產 韓國明日新聞說 找石月政府上台後追隨美日 大搞意識形態為基礎的所謂價值觀外交 但這次 申辦細博會失敗就表明了 這種價值觀外交正在好像海市神流一樣消失 韓國被推向國際舞台的邊緣 韓國的國家利益也煙燒雲散 而找石月吹噓韓國已經是全球中樞國家的言論 也變得沒有立足點 另一個自媒體 有理而有面則認為韓國的外交政策 也導致這個慘敗結果的根源 11月29日韓國明日新聞 刊登了韓國國立外交院前院長金進亨的評論說 尹石月政府外交理念的實質是基於意識形態的陣營外交 自從尹石月上台以來一心討好美國、賭向日本 想盡方法遞投名狀 自以為只要緊抱著大哥的大腿就有著數 即使以犧牲中韓友好關係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結果就是跟著美國大哥對中國發起了多個領域的制裁 導致韓國經濟受損 半導體產業出口銳減 2022年韓國半導體出口總額達到1292億美元 是韓國第一大出口品類 它的比例高達韓國出口總額的18.9% 引領著韓國經濟和產業發展 而根據韓國時報7月報道 韓國2023年上半年對中國出口下降了26% 其中半導體下降了39.8% 而反觀沙特就一直都和中國保持密切合作 2022年12月中國和沙特兩國簽署了34項 價值近500億美元的投資協定 涉及到綠色能源、綠色氫氣、太陽能光復能源、 數碼科技、雲服務、交通運輸、物流、 醫療行業、住房和建築工廠等領域 另外根據沙特投資部發表的一份聲明 來自沙特和中國的企業在綠色能源、物流、雲計算 和住屋等領域內簽署了30項協議 2023年6月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薩利曼 被問及到美國的批評時直言說 無論如何沙特增加和中國的能源合作 主要都是看重商業機會和政治無關和戰略無關 評論認為兩個國家的格局差距一下子就是高下立建 被捆上美國戰車的韓國 只能是眼白白地看著人家有肉吃 自己連湯也拿不到 即使在一些西方國家反對之下 利雅德仍然是圓勝虎山 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順應時代潮流 綜合外電和內地媒體的觀察 可以總結出第一,事情搞到尹錫月要道歉 是因為事前韓國自視過高期望太大 第二,爭取這樣的國際活動 要很有外交手腕的操作 明顯地從結論論輸贏的話 尹錫月就輸給沙特王柱小10萬9條街了 第三,尹錫月自以為得到美國的支持贏面很大 現在的結果就顯示出 要是美國講一套做一套 沒有真正發動盟友支持韓國 要是美國根本沒有能力發動盟友 第四,從韓國這次 申辦世博失敗 而沙特就贏得這麼有體面的結果來分析 大國博弈如果是影響了賽果的話 小實浪漫在中美之間走平衡的外交之路 比尹錫月全面倒向美國和中國搞對抗之路 哪一條路更正度都很明顯 先不要說對自己國家長遠發展 就是說回政客自己的政治生命來說 尹錫月這次都遭受到重創 甚至有韓媒猜測 負責帶隊的韓國總理可能要面對下台的危機 另外,雖然中美關係有所緩和 中國外交知情人士就透露 中央高層其實非常清醒 研判美方的緩和只是暫時性和局部性 尤其是美國會繼續挑動中國的輪郭圍堵之勢 其中日韓和菲律賓就值得關注 新華社1日報導 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日在上海考察期間 11月29日在中央軍委副主席何惠東等陪同下 到武警海警總隊東海海區指揮部視察 強調要深入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 把握海警力量建設運用特點規律 提高海上維權執法能力 視察期間習近平聽取了 東海海區指揮部工作回報 通過視訊影像 觀察海警艦船編隊執行任務的情況 習主席對東海海區指揮部建設 和完成任務情況給予肯定 習主席強調要有效維護執法 堅決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 要建立健全海上執法協助配合機制 依法嚴厲打擊海上違法犯罪活動 維護國家海洋經濟健康發展 要務實開展海上執法對外交流合作 積極參與國際和地區的海洋治理 習主席指出 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 加強整體謀劃和工作統籌 制定好路線圖、施工圖 扎扎實實提高指揮部建設水平 要抓好相關改革任務落實 推動力量體系優化升級 為指揮部建設創造更好條件 習主席又強調要全面加強指揮部黨的建設 確保政治過硬 第二批主題教育正在深日開展 要歷介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切實解決實際問題除得紮實成效 要嚴格教育管理 狠渣經常性基礎性工作落實 確保秩序正規、安全穩定 要高度重視基層建設、斷造堅強鬥爭堡壘 提高基層自建能力 各級要滿腔熱情地為基層排憂解難 激發大家幹事創業積極性 齊心協力開創指揮部建設失告便 東部海區指揮部面對的是 中日有爭議的釣魚島海域 最近一次衝突是11月28日 日本農場院號船隻和幾艘巡視船 進入釣魚島海域 遭到中國海警艦艇認定非法 採取必要的管控措施並警告拘離 由此總結中國周邊並不安寧 領導高層早有準備 另外我曾經去過中亞小國塔吉克採訪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講一下塔吉克 輪值擔任上俠組織峰會主辦國的時候 為什麼要靠中國幫忙? 中國在塔吉克投資水泥廠背後原因又是什麼? 俄羅斯在塔吉克投資學校又有什麼目的? 歡迎訂閱會去石樓台收看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陸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看陸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